間號 yat텐 遊民是官方稱呼 在一些法條或是一些官方的文件裡面都是從遊民 那街友這個詞是 創世紀經會大概1990年代的時候發起的 他們就希望大家用更溫柔更友善的方式 有這個字很像是朋友 我們之前是朋友的感覺 街道上的朋友 可是王朝鑫之所以會想要民家者來稱呼 是因為更客觀的去看到他們是民家的人 他們不一定會出現在結賞 他們可能是一個居所不穩定的情況 他可能接住朋友家接住親戚家 或是他睡在24小時的營業場所 麥當勞網咖 那這些人不容易在所謂街道上被發現 可是他們已經需要資源 需要幫助 所以用這個方式是希望提醒大家說 如果他今天是個居住不穩定 或是他居住的場所條件非常的不好 可能避癌不通風又沒有冷氣等等 或是過於的狹窄 那又或者是他可能經常睡在這種營業場所 那其實就已經可以 就是來做一些資源的介入 無家者是一個高度發展城市特有的現象 因為有一群人無法在城市裡面獲得比較好的機會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無家者 他曾經是一名水手 也是在北車流浪的人 更是芒草心街遊的導覽員 本來這裡有一塊牌子 寫著後站的牌子 為什麼會有這個後站牌子 以前在北部 以前很久以前 台北到處都是農田 然後日本政府來到台灣以後 就鋪上柏油 就馬路了 然後再蓋上鐵路 鐵路由北到南 然後就會慢慢的商業就發達了 然後一些人 就中南部的人 聽到說台北要開始怎麼建工廠啊 然後大家都想要來台北做事情 然後就賺很多錢回家 所以就一直一直跑來台北了 然後因為他這個交通發達以後 很多的中南部的人 就上來台北這邊開工廠 不是開在台北市 是開在台北縣 哪裡 三重 新莊五谷 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工廠它需要人嘛 所以當時 後面的就是職業介紹所 住在台北的人 穿西裝打領帶小學生 都往前站那邊走 然後一些中南部上來的人 都是一些衣服比較乾淨的 就往後站走了 這是以前的後站 這不到幾年前的啦 這我不知道啦 然後我介紹我曾經吃過的兩個地方 一個是這個咖啡這個地方 個人口味不一樣 我認為好吃 你們就不一定好吃 還有那個六周麵線 我是認為不錯 要這話自己買 大家跟我來 大家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前站那後站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以前還沒有那個繁榮起來 就我在這邊流浪一段時間 都是比較 算是農庭比較多 然後這是後來才蓋的 後來我也沒有說 繼續在流浪在這個地方 來我們往左邊轉 小心喔 階梯喔 這邊叫普濟市 我為什麼選這邊 因為我在流浪的時候 我是在教會裡面吃的 然後教會裡面大魚大肉 大家都覺得很好 就是說吃得很好對不對 其實不是 大家知道教會一定會去市場 跟人家說你奉奠一點啊怎樣 所以大部分 他們菜市場給的大部分是魚和肉 所以菜很少 所以這邊是發素食的 素食便當 它一個月有四天是發素食的 初一 初一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這四天 其中有兩個月 比較 特別 一個是一月 一個是七月 一月是已經 就是快接近過年了 所以說 一月是從初五到十五號 就十天而已 然後七月因為是普渡嘛 所以說從初一到十五 十五天 這樣 這個是 他們拜拜 有很多人 在這邊 然後大家知道 流浪的人 大概一天可能吃一餐而已 我知道兩餐有可以吃的地方 一個叫仁安 一個叫恩友 然後就是說 他們 每天幾乎啦 每天是發兩餐 中餐和晚餐 那因為 恩友是 我以前是待在恩友 所以幾乎是天天都沒休息 現在也是每個星期一都休息了 然後仁安 因為他們人可能比較少 所以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 都有再發兩餐 而星期五晚上 大家吃完的話 他會說 各位弟兄 我們這裡有準備乾糧 然後星期六星期天 我們沒有要服務各位 就是說你們 這裡有一包乾糧 然後讓你們回去 稍微度過星期六星期天 然後在星期一 我們再也繼續服務你們 這樣子 這裡本來說是職業介紹所 對不對 然後因為商業漸漸的發展了 起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兩個字經常出現 批發對不對 批發什麼 扶字 皮件 飾品 膠質類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五分譜 有 五分譜你們去買東西 買衣服 都很便宜 你們認為是撿到便宜的 對不對 其實 它這裡 本來是 衣服是堆在這裡的 而它飽和了 它想沒有地方送了 結果 後來它發覺大部分的人 都往東區跑 所以它就把那個衣服都 都放在五分譜那邊 所以大家才會說 五分譜的東西很便宜 那其實真正批發 批發中心是在這裡 這邊差不多下午三四點 都會有攤車推出來 然後就好像是小型的夜市那樣子 有空的話 你們可以過來逛一逛 好不好 然後我們走到前面去 來 以前是住在台北市大同區那裡 然後我家有五層樓 然後我家是住在四層樓 然後就是說 很詳細 家裡有父親母親還有一個弟弟 四個人生活在一起 然後我爸爸是有咽喉癌 然後就是我媽媽二度結婚 然後這個算是很複雜的情形嗎 會嗎 有一點點微微複雜 反正我是照著我的日子再過就對了 然後就有一天 我差不多十歲的時候 然後我爸爸去醫院復診 然後當天晚上傳回來的消息是說 我爸爸去世了 然後我媽媽 因為以前的女人都是 丈夫都是依靠丈夫的 然後當然家裡經濟支柱 經濟支柱有沒有 突然倒了 那整個家就亂成一團了 我媽媽就帶著我和我弟弟在住家附近晃了 整個人就崩潰了 變成人家講了什麼精神病啊 然後這樣晃了一段時間 我家住在五樓的一個 好像就是 退役軍人啊 然後就下來跟我媽媽講說 小姐小姐你的小兒子蠻可愛的 可不可以給我做小孩 然後我媽媽就是說 因為當時神經錯亂啊 然後他說 心裡好像想說 少一個人就可以 少一個吃飯的人就對了 然後給他給他 所以小兒子是 就是說我弟弟 然後就 差不多我十歲 我弟弟差不多七歲 然後就給人家了 然後我就在 我和我媽媽在 在我們家附近也是晃了一段時間 結果好像是被社會局 我媽媽就被送到療養院了 被人家送去中立國際耳榮村 然後在讀到國中的時候 被 讀到國二的時候 被前院長 以前我們是國耳榮村的院長 然後收留在他家裡面 他家是住在林口 然後出三的時候 又回到我 我那個媽媽的前夫 他的第一個大女兒家 他是嫁到台中 然後就在那裡讀完了國中以後 然後就也不想升學啊 也不想讀書 然後就在家裡晃 然後他的先生 就看到我這樣無所自事的 就是說 因為他是在台中關裡面做職員 對 然後就是說 我可以介紹給你工作嘛 當時台中關有兩艘船 一個叫騎士艦 一個叫騎士艇 然後他就介紹我到騎士艦上面去工作 對 所以就有那個水手的故事 對 然後就是說水手 然後我就是補充之後就送送公文 然後要開船的時候 就殺他童啊 然後升任國旗啊 站在店長後面 對啊 聽起來是滿有趣的 在船上的感覺 對我來講是 能夠 生活 不受人管束是最好的 許多無家者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 疾病或失業而流落街頭 一旦被貼上街友的標籤 意味著他們將被房東 老闆 甚至整個社會排除 故而他們只能選擇 不穩定的臨時工來度日 在收入不足 身心俱疲 無法租屋等多重打擊之下 想要改變自己的處境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得到腦磨炎以後 我在台中五五七的那個地方找工作 找的 就沒有什麼工作可以符合我條件的 因為畢竟很多的工作 我做了差不多三四個月 人家就把我發而掉了 我沒有辦法 然後中部沒有工作 我只有往台北 那台北是我的家 我可以再回來這裡 然後在一些混吃混喝的這樣子 就在這裡落地生根的感覺 最後還是回到台北 最後還是回到台北 然後就是說 然後就 家也沒有啦 然後就住在台北 台北車站裡面的地下停車站 然後在那邊做事啊 吃飯啊 就這樣 一直有接觸到很多工作啦 可是照理來講一些工作 最簡單的工作就是舉牌的 這是我做最久的 然後不然就 其他的像說什麼 走陣頭之類的啊 感覺要需要一些體力 對 一些體力 然後不然就是說 你還要會 手要有力 那些我都不行 我只有手入的份 我在賣大志雜誌以前 是做舉牌的 民國99年 舉牌曾經跌倒過 我站在一個斜坡上 站50分鐘 休息10分鐘 然後50分鐘到的時候 我因為要上廁所嘛 然後就把牌子放在路邊 我認為是說 不會有任何狀況的啦 上廁所 回來的時候 剛好一輛環保車 就把牌子收走了 我為了要追那塊牌子 我們組長曾經講過 你能怎麼樣 他不管 牌子丟掉 你一天只賺800塊而已 牌子丟掉 你要付人家2000塊 我當然心裡緊張啊 追那個環保車 結果好死不死 環保車轉彎 我沒跟著轉彎 我又直直衝過去 從一樓半到二樓的 那麼高的高度啦 摘到人行道上面啦 雙腳粉碎性骨折 我那個時候就被送到淡水馬街 然後在那裡休養 然後清倉口 然後後來才轉到中心醫院 台鐵台北局和社會局 有說為了給他們那個 無家者放東西 而準備一個帶子 他現在那個就是帶子 放在K1 他那個晚上的時候 他會推出來 推出來然後大家都會鋪在地上睡覺 然後差不多早上 差不多六點以前 就會把帶子收一收 再推進去 那個也是以工代證 就是等低收入戶的人 他們的優先工作 下面的行程 我帶你們去看我的規房好不好 好 好齁 大家聰明 是你的秘密基地嗎 算是我秘密基地之一 你秘密基地家子都被我們發現耶 假如我還得流浪的話 你們不可能知道我秘密基地了 不可能告訴任何人 是秘密耶 要秘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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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旁邊看一下 那邊有個洗手間 對不對 嗯 以前洗手間 不是在裡面 是在外面的 我們要在十點以前 就要上完廁所 然後再進來睡覺 我因為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可以在教會隨時洗澡 五點一天就洗的 然後七、六星期天 我回來比較晚嘛 對不對 所有的能夠洗澡的地方都關了 我們是怎麼清潔的 就是洗手間裡面有洗手台 有沒有 然後毛巾拿起來搓一搓 然後再 也差不多隨意的先清潔一下 然後等到星期一 再好好的洗一下 這樣子 一個普通人 和一個無家者站在一起 他們兩個身上都很乾淨 你們分得出來誰是誰 誰是無家者 誰是有家者嗎 你說如果他們兩個的身上 都一樣乾淨 然後站在一起 你分得出來嗎 分不出來 分不出來對不對 為什麼分不出來 所有的無家者 他們睡覺 底下都是鋪紙板 因為紙板比較乾淨嘛 對不對 然後 他們無家者 每個都有工作 不是沒有工作的 他們早上一定會把紙板收起來 放在某個地方 那 問題來了 他們會放在什麼地方 不會淋到雨的地方 就反正就睡在這裡 他們會放在哪 放在什麼地方 對 大家看一下上面 哇塞 矮的可以叫 是不是有點比較高 所以看得到 我看不到 哪裡有 所以她的個頭比較高 所以她都想要看得到 第二個地方 鋼燥體裡面 然後有那個布 圍著 第三個地方 裡面 可以打開來 這裡可以放三個 上闊 這個數量很精準 然後 這是他們的 我以前睡掉的地方 是在那裡 因為他們早上 都有地下清潔員 來拖地 所以我們不怕 我們假如衣服髒了 然後去一些 能夠換衣服的地方 去跟她換衣服就好了 春夏秋 我睡在那裡 然後這邊沒有車子過來 然後冬天 稍微睡在裡面一點 我們有睡袋 就直接鋪在上面 來 看一下 這三張圖片 常堵 遊民放家當 車手藏錢處 欸 家當 塑膠袋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意思 車手 毒販 都是犯罪的 對對對 對不對 對啊 那我問你們 遊民 要藏什麼 家當而已 藏家當是不是犯罪 不是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他把這張照片 照起來 意思是說 誤導大家 遊民可能會犯罪 適時 遊民 犯罪的機會很少 除非說 我因為錢 出賣了 我就幫你做事 好的壞的我不知道 那被 被查到 這是他要坐牢 那出錢的人 就不用坐牢 這世界公平嗎 不公平嘛 對不對 他有時候 他說 自務櫃的治安漏洞 皆有 當自家的職權 的 儲貴 然後不把分子 他就 他就 長毒交易 我講一個 算是故事 在台北車站 上面 不是有很多 遊民嗎 對不對 因為 寶田跟遊民 在慈常接觸 都 都 都記得誰誰誰嘛 然後 有一天 這個 遊民 被一個 毒販或 車手 收買了 然後就替他做事 他會 你幫我去開 自務櫃 我給你個 五百或是一千 你留在外面 欠缺的 就是什麼 錢 現金 對不對 好啊 我 我幫忙 開個自務櫃 就有五百一千 我何樂不為 對不對 然後 這個 這個遊民 跟寶田有接觸 突然有一天 這個遊民 突然又不見了 然後 這個 寶田就在 在想說 這個遊民普通都是 出現在我眼前的 怎麼最近都不見了 後來又過三四天 他又出現了 他又覺得很奇怪 然後這個遊民 又被 又被這個人 給他金錢的人 說 你可以去幫我開 開自務櫃了 結果他就 跟著他走 寶田當場就看到 他也說 欸 看看這個 遊民在搞些什麼東西 他就跟在 遊民的後面 然後 然後遊民 跟 跟那個 跟那個 什麼 毒販啊 或是廁所啊 開自務櫃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寶田就說 欸 你常 你放什麼東西 你自己知道嗎 他說 不知道 結果 他就 他這個寶田就覺得 乖乖的 打電話給 給 給警察了 這個 遊民 結果 就被 警察抓去了 吃虧的是誰 遊民 對不對 所以 大部分 遊民都不是 金剛情願要 要犯罪的 都是 別人利用 利用 利用金錢 來 來指他犯罪的 曾經是街友的賈西亞 透過他的眼睛 帶我們看見 他們眼中的台北 這是一個促進不同族群 互相了解的 重要活動 當我們將 混吃等死 好吃懶做的標籤 貼到街友身上時 這個評價 對我們來說 很方便 很輕易 卻最容易成為 傷害他們的歷刃 這樣的評價 使我們忽視 眼前這個人 正經歷他生命中 最痛苦 最掙扎的一段日子 每一段歷史 都是由 人的故事 竄起 從人的故事 創造地方的故事 我們希望 開啟一扇窗 讓大家看見 有別於 刻板遊民的 其他面向 因為看見 才能了解 讓無家者 能夠在回家的路上 走得更加順暢 希望 大家能夠 來聽我的導覽 順便可以 體驗一下 忙早期所辦的 一些活動 一些 就是 像臨時工啊 起台啊 賣大支雜誌啊 讓你們說 有機會 都來體驗一下 這樣大家才會了解說 原來無家者 並不是說 都 都沒有工作 都這樣張仔細 這樣子 對 住家者面臨太多 刻板影響面臨太多 不是真的的事情 對 他們很常被代言 對 被媒體代言 是可能被一些 學者啊 對 專家啊 代言 對 但其實 就是 他們在這個活動裡面 可以自己講自己的故事 我覺得對他們也是一個 自信心的提升 為自己發聲的感覺 沒錯 沒錯 對 當然我們更希望 就是透過他們自己 這樣發聲的 這個活動 可以讓更多 不知道真相的民眾來 多參加我們的活動 然後就可以知道 哇 原來 無家者的生活 顛覆了我們想像 嗯 那可以用一個新的眼光 去看待這個議題 也許當我們再一次 談論 就是 無家者這個群體的時候 不會覺得他們只是個名詞 會覺得他們是 有血有肉 有自己喜好 或是他們可能浮現老假的臉 對 老假的臉 沒錯 這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 意識到他們其實也是 跟我們一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類 對 但如果我們一般市民 想要參加這個導覽 我們可以從哪個渠道去 看到這個活動 嗯 可以搜尋我們的官網 街道的街 遊戲的遊 謝謝 謝謝 到哪里 等於